发展和旅行使命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胡主席的亲切问候和授阅官兵的响亮回答 会成一曲灰红雄浑的交响 化作三军将士 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请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胡锦涛同志 发表重要讲话 全国同胞们 同志们 朋友们 今天 我们隆重集会 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在这个喜庆而又庄严的时刻 全国各座人民 都为伟大祖国的发展进步 感到无比自豪 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福星的光明前景 胡主席在讲话中强调 中国将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不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坚定不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要发扬光荣传统 加强自身建设 其实履行使命 为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领土完整 为维护世界和平 再立新功 胡主席在讲话中还强调 展望未来 中国的发展前景无限美好 全党 全军 全国各作人民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与时俱进 锐意进取 继续朝着建设富强民族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 中国人民万岁 飞鸟市 开战 是开始 沿着漫漫长征的英雄足迹 披着微微太行的烽火硝烟 穿过战争与和平的争荣岁月 肩负着新世纪新阶段的光荣使命 授越部队昂首阔步地走来 护卫着八一军旗 首先通过天安宁广场接受检验的 是文明侠尔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这支被中央军委授以军旅标兵荣誉称号的特殊部队 代表国家执行了三千余次仪仗私礼任务 他们先后在香港澳门 升起了庄严的五星红旗 见证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辉煌时刻 今天他们高情军旗 向世界展示着共和国的形象 和人民军队的风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茬重 由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组成的陆军学员方队 代表全军陆军院校学员亮相阅兵场 人才是治军之本 强军之机 我军已经形成了院校教育与部队训练衔接 军事教育与依托国民教育并举 国内培养与国外培训结合的新型教育格局 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型军事人才 成为军队建设的中坚力量 步兵一直是人民解放军陆军的中坚力量 由某集团军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洪一师组成的步兵方队 代表着人民解放军中的百万陆军 经过六次大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 陆军已发展成为步兵 装甲兵 炮兵 防空兵 电子对抗兵 航空兵等组成的现代化陆军 逐步实现了精兵合成高效的目标 在精兵之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双方的电子对抗兵 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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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首次在国庆首都阅兵中亮相的陆军特种兵防队 这支年轻的部队诞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正逐步实现由传统侦察部队 向新型特种作战部队的历史性转变 它是应付局部战争 武装冲突和突发事件的拳头和尖刀力量 具备实施全方位 全天候侦察监视和遂行空中渗透 引导打击 夺控要点 潜水登陆等三期作战任务的综合能力 衔刀力量 院校是人才的基地 由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组成的海军学员方队 参加过历次国庆首都院兵 目前海军共拥有八所军事院校 为人民海军的转型建设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为海军战斗地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智力和技术支持 经过六十年建设 人民海军发展成为由水面舰艇 潜艇 航空兵 暗黄和陆战力量等组成的综合性军种 宛若蓝色的海南 恰似极肥的波浪 由海军潜艇学院组成的水兵方队 是最年轻的寿越方队 平均年龄只有十八岁 他们满怀豪情 向共和国六十华旦献上青春的祝福 一代又一代水兵从天安门前走过 英姿萨爽步履铿腔 从舰艇编队第一次出访到完成首次环球航行 从舰艇编队参加都国联合军演到赴亚丁湾护航 深海大洋中留下人民海军一道道闪光的航迹 由海军某陆战旅组成的海军陆战队方队 迈着雄壮的步伐向我们走来 海军陆战队是一支由多兵种合成 具有陆地海上水下多种作战能力的快速反应部队 以战斗力强悍而享誉全军 多次在全军海军组织的大型演习和中外联合演习中展露锋芒 享有陆地猛虎 海上蛟龙 空中雄鹰的美名 驾驾 天灯 飞行学员方队由空军航空大学编程 从这里走出了数百名空军战斗英雄 和杨立伟 费俊龙 聂海胜等英雄航天员 与新中国一同诞生的人民空军 历经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 今天已发展成为拥有航空兵 地面防空兵 空降兵 通信兵 雷达兵 电子对抗兵 技术侦察兵 防化兵等兵种的战略军种 有关火兵 其他人的赛兵 几十字幕 维路 准备